最近网络有个观点说 天津女排清皇不接 对此引起热议 有的网友说 人家主力队员上个周期就完成新老交替了 说的很有道理 当存在多个目标的时候 总存在选择的问题 存在取舍的阵痛 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天津的替补球员 就已经强过别的球队的主力球员 说明我们海河人才积极 已经多的没地方用了不知道天津女排 为啥重用刘烟寒 放弃自己新生代力量的培养 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天津的替补球员 就已经强过别的球队的主力球员 说明我们海河人才积极 已经多的没地方用了李盈盈 王源源 杨毅 孟子玄 孟斗 李亚南就是从上周期完成新老交替过来的 下面还有王毅竹 陈伯雅 刘美军等 凭什么说天津出现新人断崖 眼前有可能夺冠的人为什么不夺 十三关连绵不绝 断崖了吗 不用外援的全运会 全景赛不也夺冠了吗 断崖了吗 完成了新老交替 正值当打之年的阵容不行 赢得未来才是竞技体育的主要目的 推展到其他队 特别是NBA 进入决赛的队都不行 因为按照NBA规则 他们选秀要在后面 未来值得担忧 其实大叔叔认为 李盈盈这批球员还非常年轻 说梅清皇不接根本就是谬论 从21世纪开始 天津女排人才辈出 比如在21世纪初 就诞生了像魏秋月这样强力球员 并且一打 就大量几十年了 在期间还出现55开这样强力主攻 到李约奥运会会之后 天津女排又迎来一批人才紧喷 比如李盈盈 王媛媛 作为0名后 李盈盈这代人就是最强的了 而且现在刚21岁 所以接替李盈盈这批人 起码要等到05后出现才行 现在05后刚16岁 还太年轻了 应该被对付了 会之后 李盈盈盈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